有什麼策略 將來會怎麼樣子 執行哪些政策 所以呢 不除這個叫做 運從帷幄決勝千里之外 我就想啊 雖然我這個 年紀已經年過五夕了嘛 還剩下的 上帝給我留下的時間也不多了 但是呢 我想呢 既然你能視為知己者王 對吧 江太公呢 八十多歲還出來出三呢 鄧小平呢 七十五歲出三 和我 就是和我現在這個年齡一樣 那麼 我呢 雖然是老了 但是比 比 比起拜登來 他小好幾歲了 我比起 那個 川普 川普大哥來說呢 小一歲 大概就是小一歲的樣子 嗯 所以我這一歲呢 啊 三百六十五篇呢 我就說也說呢 就 就叫做 打虎七兄弟 我們就像兄弟一樣 上陣父子兵 四海之內結兄弟 這是我們講的那個 這個 敬而無師 與人公 而有禮 我想呢 我就採取這麼一個態度 叫做 公而有禮 敬而無師 啊 保證一個 這個 潛農在 潛農在冤 潛農無用 啊 潛農無用 潛農無用幹什麼呢 他力見大人 那麼現在呢 我和特朗普呢 也沒有 實際上呢 他在 在權利上呢 他也沒有總統的權利 他在這個 享受公民呢 就是我們有一個 共同的稱號 叫 with the people 就是我們人民 我們都是人民 啊 那麼 在這裡呢 所以說我們的地位呢 所以 說起來不平等 但是實際上 權利是平等的 所以呢 咱們就講呢 不卑不亢 是吧 我這個叫做 什麼叫做忠誠呢 為人謀 而不忠也 難道不忠不成嗎 一成 就天下動 我以誠心來對你 我講的對不對 經過了 啊 時間考驗 是吧 我跟 特朗普接觸了有 2016年到現在 2016年到現在是五年了 啊 所以呢 在這五年當中呢 我們建立了一定的信任 特朗普呢 就把我拉住了這個 共和黨的團隊 啊 就是 愛國者的團隊 那麼 那個 這個 我跟這個 這個民主黨有 接交了有多久呢 200 就是 200 2008年還是 2009年 在奧巴馬上台 我們就開始呢 這個 溝通 和交流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啊 互相彼此 有些認識了 因為 2007年 2007年發生了什麼呢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小布什呢 就發生了一個 真正的911的一個 這個 這個 攻擊 進入阿富汗 去捉納巴拉登 這個理由 現在的這個 巴拉登那個案件呢 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呢 那麼現在呢 呃 我們今天來總結它 所以呢 再問到我這個問題 不是吧 再問到我這個問題 說 我想 我就想到了那個 想到了誰呢 想到了那個 這個 想到小布什 小布什我給小布什寫 寫的 感恩節的時候 因為我的 我們家這個 我的女兒啊 我只有一個女兒 啊 我那個 退休了 2007年 我就辦理了 退休手續 就來到了美國 7月份辦理了 退休手續 8月份 申請簽證 9月份 就到了 華盛鎮 一開始 那個 住在這個 這個 結門燙 然後呢 現在呢 呃 後來呢 我就感覺到 美國那個 對孩子啊 對這個醫院 對我的女兒 這個產婦的照顧啊 呃 無微不至吧 我覺得 盡職盡守 所以 呃 我們 就是 從中國來的 對吧 所以我感覺到 呃 感覺到那個什麼呢 那種 要感恩嘛 職人嘛 不管是美國人 我不像大陸的 就 有些人就是偏激 美國人呢 你怎麼誇中國好 就說美國好 美國人好 住所沒高 好就是好 啊 你做的不好 就是不好 對吧 哪些地方 政策不好就是不好 做的好的地方 就是應該實事求是嘛 啊 思想要解放了 啊 我為什麼要最近 最近有些感慨 啊 兩個事情感慨 一個是阿富汗的事情 啊 既然 那個 川普總統問到我 我看了照片 我就一直在 也 看了我就 對這個問題就開始 關注和積累 啊 我就發表 發表過幾次那個 直播那個 直播的那個 視頻 在Facebook上 但是呢 比較靈活 我今天呢 就講一講 我針對這個 特朗普 今天我的意見 我呢 就是 我不說大話 說到實在話 就叫 有一句話叫做 存亡齒寒 存亡齒寒 這個 然後呢 還有一個呢 還有一句話呢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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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敗如山島 我作為 一個 這個難民 這個 這個 台灣那個 出生的難民 因為我是 1947年 啊 6月28那個出生的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台灣發生了一次重大的事故 啊 事變 就是二二八事件 階段上 就像 就像現在的混亂的 完全混亂一樣 打過來打過去 啊 這個 台灣呢 就是說 人情狂妄 我們家呢 又在風口浪天上 這個 這個原因呢 我已經 事先的分析過了 就是 因為 物質短缺 台灣呢 通貨膨脹 物質短缺 小商小販呢 嗯 違反這個市場的操作 警察呢 就抓這個小商小販 就 為了維持秩序 就打了一個小販 然後這個小販呢 嗯 這個 然後引起社會上的 這個暴露出去了 就引起社會上的 一個 公憤 這個公憤的 情況下呢 啊 就產生了一個 族群的對抗 就是外來政權的一個 就爆發的 一個 一個 這個 一個 這個 這個 對抗 一開始是針對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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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管的叫做 市管會啊 那個 那個 另外呢 後來就針對了長安省政府 啊 最後那個 那個 當時是誰來接管呢 後來是秦城 啊 最開始還不是 所以 然後這個就爆發的很嚴重了 這個 那些 促進成都 就搞了 這叫做 這叫做 起役啊 就是要 台灣要 獨立 啊 那個時候就開始了 台灣要自己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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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受国民党的外来政策的镇压。 那么我父亲是什么个角色呢? 我父亲当时最开始去台湾是在工业学校做教导主任,做教官,当成一个汽车。 汽车工业当时在民国在台湾就像我们现在搞IT一样。 这是比较先进的一个工业。 汽车是比较大一些。 汽车工业,修车,汽车制造,汽车引进资源比较先进,就像生产芯片一样。 我父亲在热门的一个场面。 然后呢,有人就介绍了,就进了台湾省的物资调节委员会。 然后呢,就,因为我父亲英文比较好。 他在那个,原来在跑印度这个县, 运送这些战略物资。 他做英文翻译,他自己本身又带队。 那是一个第一级军官吧。 然后呢,1945年的时候呢,他在加尔格达呢,就代表,因为英文好嘛。 所以就有了这个,代表发言的机会。 就,make it a speech,就是关于这个FDR,就是罗斯福总统。 这个FDR,就是罪导会。 罗斯福是一个民主党的。 他强调是一个自由民主这个家族。 同时他去出一个罗斯福的新政。 罗斯福在战争当中做的贡献是最大的。 他挽救了三十年代的这个美国的经济大萧桥。 同时呢,又挽救了这个。 在战争当中呢,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 日本这个七夕。 珍珠港。 发生了太平洋,发生了太平洋战争。 其实啊,咱们就说, 美国最初的政策是支持日本的。 在发生这个日本这个清华战争, 还有七七四变以后。 因为美国呢,是为什么要支持日本? 他要跟美国日本做生意。 美国他需要很多石油啊, 需要那些很多制作业, 美国给他提供。 美国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 他是本着自己这边的。 他没有这个抗日救亡这个概念。 但是他要做生意啊, 跟日本人做生意啊。 所以呢,他是支持的。 最后,发展发展这个。 太平洋日本的这个野心就膨胀。 野心膨胀呢,就搞了这个。 就觉得这个。 美国在阻碍着它, 在进一步发展, 在进一步扩张。 那么这样子呢, 为了扫清呢, 就想, 就人心不足蛇吞象。 这个三本五十六啊。 还有一些日本的军人呢, 就策划了这个。 精心策划了这个太平洋的战争。 任务港事件。 任务港事件的始末啊, 其实也大有文章。 当时中国的情报, 搞情报的一个叫什么呢? 他已经截获了这个情报, 并且告诉了美国。 美国也知道这个情报。 但是, 为什么罗斯福扣下了这个情报, 还让他继续发生这个偷袭事件。 这里面有文章。 因为不经过这么一个大的战争, 美国人的这个紧急性啊, 如果扼杀在这里, 就是这个, 没有那种, 大家都知道,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你要想, 你为什么要产生很大的反作用力? 枪为的子弹打出间, 因为它爆炸。 它爆炸之后有个强大的冲击力, 它就反作用力把这个子弹给冲击力。 所以呢, 必须要有这个, 说美国人呢, 军队史上的这个军队, 史上的这个爆炸之后, 才有这个冲击力。 那么这个太平洋战争, 我们就不说了。 罗斯福呢, 一直都把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盟友。 英国, 美国与美英关系啊, 是什么一个关系呢? 就叫大西洋宪章那个关系。 大西洋宪章呢, 他们都是那个, 叫安德鲁克, 这个安德鲁克, 这个安德鲁克, 这个安德鲁克允那个, 那个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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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文明。 基督教文, 文明。 都有这么一个文明。 但是呢, 英国是原来的美国, 这个十三个州的中祖国。 这有个中祖国和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地方的一个冲凶。 但是這個矛盾經過了多少年 經過很多年發展到美國強大了 特別是經過了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 美國在戰爭當中崛起了 才把英國的勢力 英國國的勢力被削弱了 它吃當比消 就變成了美國的強大 現在的趨勢 國際的趨勢也是 中國現在經過改革開放 實際上是經過了中美建交 1971年中美建交以後 1971年不是建交 1971年是聯合國通過了27582決議 恢復中華民國政府 是代表了聯合國會員國 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注意大家我的用詞 我的用詞和大陸不一樣 也和國民黨的台灣不一樣 也和民進黨的台灣獨立的國家不一樣 我這個概念是1974年寫給毛澤東的 先有大陸寫信給毛澤東提出改革 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要解放台灣 要解放生產關係 解放階級路線 因為什麼背景呢 我講一下這個 我為什麼26歲 1974年 我還不到26歲 我給毛澤東寫這封信呢 這個信呢 在中央辦公室有一個歷史檔案 我在這裡揭露一個 今天講的一個第一個 講的真話 大家 人無信不利 言必有信 行必有苦 你必須有行動 來證實你這個東西 必須有資料 能夠查得到 陳朗普某年某月做了什麼事 黎大海 某年某月做過什麼事 鄧小平做過什麼事 一個歷史是不能夠隨便更改的 很多人 史大廷說的歷史是勝利者 來寫的 但是真正的歷史是人民寫的 人民只有人民 還是垂通歷史的真正動力 那麼中國台灣問題 實際上是一個 不是軍事上誰的武器 誰的武器 比較先進 誰有多少導彈 過去那個小米 中國 八路軍 解放軍 只有小米加步步槍 就像現在的塔利班 只有那個AK-47 連飛機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就在這麼一個情況下 把美國這個 最現代化的軍隊打敗了 這個就是我想的第一個問題了 這個問題就和 國民黨打敗的是 800萬軍隊打敗的一樣 國民黨的軍隊絕不是草包啊 我相信美國培養的 訓練的 培訓的這個 30萬阿富汗政府軍 也不完全是草包 要說打仗起來 也一定會 因為一打一個準 對吧 就像台灣的軍隊 打槍 打發射導彈 那個技術也很懸熟 但是 但是什麼呢 但是戰爭勝負啊 不是 這個 它決定的因素 是你這個戰爭的性質 正義 非正義 是得不到人民的擁護 阿富汗的戰爭 是一個例子 中國大陸 解放戰爭也是一個例子 台灣的228事件 和將來的台海的一個問題 的解決 台海外問題的解決 和平統一 還是武力統一 這個解決 一樣是人心所向的問題 還有像 中東的戰爭問題啊 還有美國的國內問題啊 這都是由於我們 政府決定的 制定的政策 國務和科班規律的發展 達爾門說 逝者生存 是吧 這個叫 這個叫 物盡天責 實際上 塔利班也是一個物盡天責 台灣 蔣介石跑到台灣去 也是一個物盡天責 美國到1950年 51年發表的一個 國民黨 失敗的原因是他們太腐敗了 也是因為他的恨體不成剛 國民黨 看起來那麼強大 其實是一個指導火 很多問題他們無腐化 那個時候的 國民黨的軍隊內部 在兵狂法戰的 那個 戰亂事件 那個 那個 官員就是腐敗 那 腐敗也好 清大也好 吞噬這個軍團 那個兩款軍團 這個 戰爭期間製造了很多的 大量的判处 和那個 判官污吏 這個 美國出動了這麼多東西 在那既沒有種 農業也沒有起來 只有一條路 最大的攻擊 就是對阿富汗最大的攻擊 修了一條路 環形的路 把阿富汗的這個 塔利班 想要快速的 通過這條路公路 能夠征服塔利班 結果這條公路一分二 它既有 既幫助了塔利班 既幫助美軍 所以呢 反正總而言之 這條路留下來了 這是美國一個 花了幾十億幾兆的這個 修了這麼一條路 那麽 經過戰爭 中國得到什麽 中國也得到了這些武器 中國的人特別能打仗 所以能在 能在朝鮮戰爭當中 能夠打 跟那個 美國人能夠打仗 就是 這個 這個 打平手 日本都沒有打平手 美國人 中國人跟 俄羅斯也沒跟 美國交過手 打得一拳開 免得擺拳來 就真的把這個打出來了 所以說呢 這裡呢 給告訴我們 阿富汗這個事情呢 告訴我們一個道理 這種呢 直理包目作火 這個矛盾呢 你掩蓋不了 假話你明星呢 就是 塔利班的 阿富汗那個 真正的 民進 這個 建設 國家資本 國家的根本 國家 孫中山說呢 國家資本 在於建設 塔利班沒有建設 大家 允肯了 允肯了 政府貪汙腐敗 注定要 垮台 國民黨在大陸 這個 統治期間 後來的戰後 也是 腐敗 噴汙 權力鬥爭 然後呢 搞這種 中保私囊 很多地方也搞得民不搖聰 你這麼一些 然後呢 起義再起義 這個 彎逼民反 民 不敢不反 所以呢 國民黨 失去大陸 這是一個歷史的教訓 而這個 這個歷史的教訓呢 在放到全世界都一樣 我們今天放到越南 放到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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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國家 當時呢 這個 這個 這個情況呢 二戰這個情況 大家這個 我們這代人 至今為止 就是 就剩下我們的 最後的一個尾聲了 我們這代人 我 我比馬英九 比 那個 蔡英文 比這個 這個 習近平 要年紀大 比這個 江澤民 比 對胡錦濤 這個年紀小 所以呢 我們對這個歷史 對二戰這個歷史 對中國的問題 對美國的問題 對這個 看待這個 看待這個 越南戰爭 看待這個 台灣問題 和年輕人 不一樣 和現在的 決策者 不一樣 以後我再講 台灣問題的一個 怎麼解決 今天呢 我就講呢 因為 特朗普來 徵求我的意見 他不問我 我不管 人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 他問了我 我就講出 我的誠實話 我講 中國人講話 我的 中國人的誠實 和美國人的誠實 不一樣 中國人的誠實 中信 中 中 那個 中軍 啊 笑 對父母要笑 對朋友要誠 對吧 我們那個 這個誠實 和美國的標準 不一樣 中國人的誠實 是我要說話 要讓你 對方能夠接收 有時候說的話 就是說 你接收了 才是我的誠實 才能表示我的誠意 啊 美國人不是 你要 你要說yes 那 你就是 他就認為 美國人那講呢 首先講這個事情的事實 其次 再一步就講 啊 你的態度 那麼 你的態度 yes or no 你是製作還是不製作 中國人不是 中國人點頭 哎 你做是做了 但是 你做的不妙啊 這就是中國人的說話 我們說話呢 就是這樣 一句話反樣說 我不是 有很多人 我不是政客 也沒有那麼多事故 但是我想 特朗普 如果想 因為特朗普說了很多 這些 這個 阿富汗戰爭就是 那個 拜登的 這個 怎麼一個敗筆啊 這種那個 知道的人類在乎 全部的 都在 包括 飛機上吊車的人 全部人間 都在在 拜登的頭上 我覺得 有一點 拜登在撤軍所 所以已經有點過了 因為啊 這兵花馬爛的時候 這些上飛機 這些都 就是 不可控事件 就是 人 人為 自然在不可抗力 從飛機上吊起來 也沒辦法 大的 大的 一個大的 一個戰爭的 一個環境的 一個事故變革 這些人 就像死的一個螞蟻一樣 這個 這個 我說這個 可能 大家 說我這個 沒有人道 這個同情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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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 我講 我講我的實話 就是說 我能 我希望 我講這個話來 我並不是 想 想要 得罪這個 這個 特朗普 特朗普 我能夠表示 支持你 我就不是你 在過去的六年 過去的五年 支持你 現在在支持你 而是以後也支持你 一個 我覺得 我 現在 我 這個 未來的十年 叫做 百年不遇的 大 大 大便局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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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章說的 三千年之大便局 那 確實是 那個 確實是 怎麼說 確實是 那個 那個洋務運動 確實是三千年大便局 中國從來沒有 這麼 這麼樣的 蘇國說 文化的這個 這個生產率 相差這麼多 當時的 那個 GDP啊 中國的GDP 在世界上 是數一數二的 結果呢 拜的 在這個 英國的 在強奸 尖船 利炮 之間 拜的一塌糊塚 幾百個人 就把中國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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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義和團就打得落花流水 這就是當時的落後就挨打 就得出這麼一個結論來 那麼現在 當時中國人認為自己很賢進 自己的刀槍不入 那麼現在中國呢 也有點那種狂妄 也有點過分的自信 所以呢 我呢 我站在美國這裡 既看到中國的缺點 也看到了美國的缺點 美國那個 現在拜登在採取什麼這個封信呢 拜登呢 在採取一個 延續著特朗普 原來那個 跟中美貿易戰那個 這個 潮規 特朗普的規矩 拜登在手 穿新鞋找老路 實際上 在強調什麼 合理競爭啊 合作 該合作的合作 該競爭的競爭 該對抗的對抗 這些都是一個理念 就是恐懼 中國的一個崛起 遏制 遏制 想要千方百計的遏制 要避免 人為的避免這個 避免中國的崛起 怎麼向前方百計 能把你拖住就拖住 能把你破壞就破壞 能把你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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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你顏色革命 就搞你顏色革命 來文的來武的 反正就是物責 就是物責手段採取 達到目的 就是那個原則 所以呢 從本質上來講 是一個冷戰思維的一個過程 那麼 我認為中美關係是什麼關係呢 叫做 如果你要採取這兩道 則兩代最上 和這雙元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這個從改革開放 1979年 改革開放 恢復高考 我們就是向美國學習的嘛 我們一方面學對現代技術 包括計算機原理 包括這個 這個製造的 製造的印刷線路板 我那個時候叫IT工公司 我82年畢業 做到這個IT 我就是美國的Compute Wizard 就是在試鏡的公司 就自圖啊 試圖公司 那是石油部引進的第一套 美國最新建的 計算機輔助設計 印刷線路板有所謂的 印刷線路板 印刷線路板在當時 就是今天的芯片 我們當時那個叫多層板 中國哪裡見過多層板 那線路板都不夠了 那時候哪那個 用那個 那時候叫做礦石收音機 還有用的什麼那個 精力管收音機 電子管收音機 那都是先進的 還有大電 那個那個 那個時候還沒有 沒有採電的 那個 改革開放以後 做改革之後 有了熊貓牌電視機 就是我畢業的時候 能夠學到 計算機輔助設計 計算機布線 這個就是現在的IT工具 就是IT技術 就是美國 中國就從美國移民 那個時候對我們來講 美國一點兒不防疫 把資料什麼全都給你 你自己學 也可以到美國來 把你們接到美國來學 我是因為他們學習之間 正好是82年 他們去到美國去學習 而82年呢 我正在學校裡面 上那個 搞那個畢業論文 我的畢業論文 是一個誤差 三階的誤差 就是那個近視計算 我的畢業論文 就是這麼一個 一個形式 實際上那個根本 跟生產都脫節的 但是後來我這個 我在這個西安 八二年到那個 八三年這個 八四年那個初 這個時間呢 我就是成為了一個 大學生 就轉變成了一個 IT工程師 八四年我成了招聘 去了 那個深圳 蛇口公園區 第一家動脈合作廠 這個時間就是今天校 就是生命這個 製養廠 叫中紅製養廠 為什麼我對種樹 非常有興趣 我未來要種28克樹 在我們這個樓梯小區的周圍 就是因為樹 人類啊是一個很密切的一個關係 人與自然 人與污染 人與污染 是戰勝污染的一個 一個生產力 它是自然的一個生產力 就是抵抗這個自然災害 化解這個二氧化碳 氮氣還有那個塵埃 所以造福人類的這個工廠 一棵樹就是一棵工廠 一個樹可以供給幾十個人 生的所需要的養殖 這個是另外一個話 我在這個時候 因為我在特朗普失敗以後 我也想到我自己的一個脆弱 我想我以什麼的 在我接近生命的尾聲的時候 我給人類給美國給中國給人類留下什麼 什麼印象呢 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因為我發現這個小區那樣 給我一個機會 就是停車場那些樹都缺的樹 樹都缺 我就把這個缺的樹 還有一個小區 它的環境好壞 它的綠化度 它的遮蔭度 大家這個住戶的一個綜合素質 就決定了這個小區的房價 還有這個小區的質量 生活質量 所以為了給未來的這個沃森通尼亞塔羅這個 這個後人 我的孩子們 我的前千萬萬的美國人 能夠有一個好的新鮮空氣 我自己以身做的重二十八顆樹 因為我是二十八號出生的 我叫台灣二十八子 也叫南山二十八子 所以二十八是我的一個吉祥數字 我在美國呢 我希望能夠 我現在已經十五年了 我希望再生活十三年 再活十三年 那就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就是我的瘦 我的瘦數 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啊 人有旦夕或福啊 天有不測風雲啊 所以我哪天 就是我完不成這個十三天 這二十八顆樹是我的樹葉 今天我跟特朗普來講 我的余生 那麼就在美國度過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是我們呢 我們兩個是 是 是為自己的王 人生難得以自己 得以自己 足平生 這中國人講話 我不知道 陳朗普聽得懂 聽不懂 就是我願意 你不管你怎麼對待我 我願意把你當作一個自己 就像 那個組織部長 然後深圳市的組織部長 他是我的廠長 我是副廠長 我是第一副廠長 他把我 從西安破格 破格那個招聘 招聘到了深圳 安排在他的手下 因為他調走了 所以我覺得 是資人善任的 疑人不用 也就是說 你特朗普 看得起我 信任我 我的話 你願意用 你就試一試 你不願意用 你就聽別人的 聽陀佩奧的 聽余茂春的 聽蔡英文的 或者聽蘇貞昌的 聽馬英九的 聽習近平的 我的話 跟他們不一樣 我說的話 和千千萬萬的 美國的智囊團的人 也不一樣 我來美國四五年 很多人我都接觸過 仇恨 還是對於大陸的仇恨 我呢 是中國 我既愛中國 也愛美國 但是我更愛真理 我講的真 真理叫做立心求真 這什麼真理啊 叫客觀規律 什麼叫客觀規律啊 道德經的一個大道 就自然規律 你必須得規律就規律 我們再說的 通俗易懂 一陰一陽為之道 這個世界上的事物 都是由陰陽來決定的 一就是二 二就是一 陽就是陰 陰就是陽 你現在 特朗普 你在台上 你叫陽 你陽光之氣 你很陰 但是你實際上 你在很多問題上 你錯誤了 你就必須得規律 你看到拜登這麼軟 他昨天 他在下面那個什麼 下面那個什麼 下面那個聽你聽花 你上面什麼那樣 那叫陰 他叫陰 民主黨執政 民主黨叫陽 那麼共和黨就成了陰 這就叫一陰一陽 我因爲什麼呢 我在美國也好 在台灣也好 2019年 就是台灣大選前 大選之前 我為了去調查韓國瑜的選情 和國民黨的選情 特別 同時呢 那天又到那個 十月呢 我到了大陸去看大陸 到北京去看那個 國慶展覽 就過了中秋 然後十月二十八號呢 到台灣 就完早呢 走了一圈 哪裡都看了 在九份那個地方呢 我種了一棵梅花樹 從南京帶過來的梅花樹 我跟那個司機 我讓司機 祝福那個司機和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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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培啊 就是導遊啊 就幫我照顧一下 他那棵樹 我說我生在台灣 東門町 在那裡 現在我去不了了 因為我跟著旅遊城 我只能到了九份 九份這個地方 也是個很有利 一個地方呢 一個地方 人來的地方 從荒山野林裡頭 我就把這個 把根留住啊 大海把這個台灣的 台灣狼啊 就是那個 班淑人的這個根兒留下來 畢竟我爸爸媽媽 還不是台灣人 我算是台灣出生的 我算台灣人 那些馬英九不算台灣人 馬英九是香港出生的人 所以呢 這個在這個資格上來講 我比馬英九還有資格說台灣 但是我的台語講得不好 對吧 因為畢竟是 我是 三歲以前我能學多少 然後我開口又比較晚 所以我英語呢 到這裡來呢 大家也看到我這個 這個講也是到這裡現學 對吧 所以講的也不是太六 但是語言呢 那不應該成為我 對 跟這個 首先呢 我想呢 我們應該打破這個障礙 人都是平等的 這是美國憲法 立憲精神的一個 最根本質的一個原因 我為什麼 崇尚美國 就強調人生而平等 也有搞的 也有搞的 Mazer people 是吧 大家 大家在這個 那個 國家這個權力上是平等的 當然來講 這個平等不是絕對的不平等 就像 這個 陳上主 也那麼有錢 我 我這麼窮 我們怎麼能夠 聽到 他像他總統 我 我這個 作為一個 一個新移民 怎麼能有平等 但是我在 人窮 自不窮 就像那個 全紅殘的父親一樣 我不受你這個 那個那個 賄賂我 我不要你 讓你消費我 不賄不看 這就是 中國人這種 這種 這個福氣 我相信呢 我這個呢 在這裡呢 我也不缺 我 我不賦予 但我也不缺 那個什麼 這個 對著要去當個官 去拿 去 有點名氣 我既不要名 也不要利 我自己事情 對你有利 能夠求救你 能夠幫助你 打開思想 解放你的思想 找到一個 活路 找到一個出路 就趕門路在何方 你把一個路線找對了 路線 路線 路線是決定一切的 所以 塔利班 為什麼 塔利班 為什麼輸了 不是因為拜登 拜登 決定他撤軍輸了 而是因為 你這個 美國這個 這個 在阿富汗 那個政策 失敗了 你打倒拜登 就 想解決問題 就解決了嘛 你又還要來 人心不足 你還要要 要長期佔領 要培持一個政權 你這個政權 你就培得不起來嘛 這個 不該你得到的 你又想去得到 這個人貪 就必然 你這個意願過多了 必然會遭到 報應 惡有惡報 要善有善報 不知不報 失誤未到 到了一定的 你現在 現在美國這麼 這麼緊張 又這麼多事情 難道 美國的 還要去決定了幾十億 每年去拋出來 去支援那個 要死上去 幾千人 去打那場 毫無一勝算的 一個戰爭嗎 所以拜登撤軍 這是早晚的事 幫你特朗普 也要撤 這不是 因為你的路線錯了 就像你制定這個 跟中國對抗的路線錯了 路線錯了 即使有再能幹的人 再強大的士兵 也不行 就像台灣有八百萬軍隊 你搞內戰 搞分裂 搞對立 搞不共戴天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共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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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匪不兩立 什麼匪不兩立 漢匪不兩立 所以呢 非得要爭出個雌雄來 就你中國和美國 你非得要爭出個雌雄來 你厲害 你是霸權第一 所以我在未來的十年 不是僅僅事情 我這分了六個階段 我不是要爭雌雄 中美之間不是要爭雌雄 而是一陰一陽為之道 而是一陰一陽 走一個和和的道路 我今天呢 這個太平洋的憲章呢 也好 這個太平洋的憲章也好 還要按照規則的事情來辦事 這個我對聯合國的規則 和羅斯福 羅斯福建立聯合國工具 這個規則 我相信比相當多的人 包括 蔡英文 還有陳水扁 李登輝 這個 包括我們大陸的 歷屆領導人 我對聯合國的研究 和羅斯福的研究 都比較 比較從勤 比較理解 但是做下來的 結果 就像我經過這種自學 但是做現狀的 這個學問就是這樣子 所以 他本來這個學問在那裡 道理就是在那裡 你是理想化的東西在那裡 但是客觀實際上它不 賊喊叫誰 對吧 顛倒是非呢 這是雙重標準 是非 我們現在的是非 規則 雙重標準 美國是雙重標準 中國大陸也有雙重標準 為什麼 我在那裡買了塔人 那時候 為什麼我很多 冤假錯案呢 我想 欲哭無淚啊 我就認為中國大陸的改革是成功的 成功了 很多失敗的地方 你說沒有解決啊 貪犯無力也沒解決 官僚主義也沒解決 我不敢說 說多了說 說我這個這個這個 破壞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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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黨的形象 破壞這個這個什麼 但是你時間沒有到嘛 你沒做好嘛 我將來我明天要過兩天 我要去個中文的大廚館 我要去去去討個公道 我這裡呢 我還要我這裡呢 先就先說到這裡 我還要告訴他 兩件事情 一個是我給他 我本來你說 你在那個 因為給我的一面 我說要想跟我見一面 我準備了三件禮物 給你 這個 所以你 一個是龍頭拐杖 一個是一個我這個信條 三大信條 拼經見 懶人才 見其功 一個就是我這個人 熱量代表我的心 我給你做了一個心 我做了一個心 這個心呢 你看 你看 這個心 這個有個 特朗普 啊 這個是呢 社區醫院 社區醫院發的 發這個心 我的心血管啊 我這個人呢 是個不管你們的人 我這個心血管啊 這個是那個血管 它堵塞了 架了個支架 架了兩個支架 我心裡的有兩個支架 所以呢 我是個殘廢人 啊 那個 所以呢 但是我把我的心呢 啊 狗利 國家生死以 其因或福 必屈之 我把我的心都交給你 啊 這是我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徹底啊 第二個 這是我這個 我的這個 將來我要做的一個目標 My goal is It's simple but it's ambition 是吧 我這個 就是這個條約 就是這個 我就要達到這個目的 我就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口號下 我要幫助特朗普 實現 經濟 美國經濟 美國 美國的國際 在成就美國的同時 也成就了中國 先成就美國吧 同時也成就了中國 成就了世界一帶一路也好 中度福商也好 成就全世界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是靈活效能 而是馬拉松賽 有時候你跑到前面去 有時候我跑到前面去 這是第二件禮物 第三件禮物 這個就叫龍頭拐杖 就是我每天都握著它 有時候握著它呢 手握著 因我拿這個就比較高 要再矮一點 就是它的人比較高啊 川普人比較高 這個龍就代表什麼呢 一個中國 中國是龍的經傳人 很多外國人呢 他不喜歡這個龍 就說一個是個不吉祥的問題 但是中國人就講究 這個龍啊 有九龍啊 九龍啊 九種的狀態 它變來變去 這個 所以呢 第一個呢 第一個呢 什麼叫 潛農 潛農務用 這個就是人生的階段 還有呢 見農在田 第二個階段 終日前前 然後呢 後月在冤 農友 有時候在這個 揹起來 揹龍在田 馬就是龍馬精神啊 馬在地上就是 做勤勤勳勳 腳踏實地 它到天上呢 就是 對吧 就看看 什麼事情都了解得很勤勤勳 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 第一個階段呢 我們現在叫潛農務用 在這個階段 我們要跟你一樣 雖然你站在 那個華國 在那個特朗普大廈裡面 但是我希望你 要注意 我們現在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樹立自己的威信 樹立自己的誠信 樹立你這個國家的 將來的目標 和你的眼界 你的見解 你的見解 你的見解是鬥倒拜登嗎 你的見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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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敗中國嗎 你的見解是 出版了阿富汗嗎 不是 你的見解是 把美國 建設 人民讓美國人民都富裕去 美國的城市化 就 就 你十年以後 就像中國的城市化一樣 能不能 能 我相信 我和你加在一起 再加上 美國人民的 全世界人民的知識 能 你每天 讓我每次寫信 都是讓我捐點錢 我又是一個窮人 我一個月 只有 四千塊錢人民幣 然後 然後 這個 這個 折售美金就是幾百塊美金 不到一千塊美金 你成天讓我 每次的來信 都要讓我捐一點錢 我每次 我只能細節長周 我每次都是捐的最少的 我每次都是捐的最少的 已經人一眾了 還好 我覺得呢 非常感動的就是 你不嫌我 不季銷我那個 少 我既然 我第一次捐款的時候 捐了五塊美金 你把我還作為一個 馬里蘭的第一個 支持你的人 所以我呢 就被打動了 就被你這種 這種 這種胸懷 這種獨居慧眼 給打動了 你把我 送了我這顆信 我就願意為你 沖沖發射 民主黨 歐巴馬 看透過的人 懂得過的人 有 歐巴馬 歐巴馬 第一夫人 米歇爾 拜登也給我寫過信 發文 因為他做副總統的時候 那麼我感謝不感謝他們呢 感謝 拜登說過這什麼話呢 歡迎你們到美國來挑戰 因為美國是挑戰政府 美國民主的 什麼是美國民主呢 美國的民主核心的價值 就是對一切政府的人 不信任 總統是不可靠的 這就是美國民主 美國民主 一個是法治精神 一個是認為總統是不可靠的 政府是不可靠的 因為你政府做出的決策 是沒有經過時間和人民去檢驗的 在美國說 這個是這樣的一個政策 只有你被經過檢驗的 是正確的東西 大家才相信你 所以 常常我們說話要注意 我們說 第一句話 我們要以事實為依據 以法律為整 以我們的胸懷 作為我們的形象 所以我呢 提出來的新美國人 新美國城市 新美國形象 我在我這個地方叫做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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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戈爾斯波爾 我在這個大樓叫做 沃森通尼亞塔布爾 那麼林肯呢 在那個 在那個 戈爾斯波爾 戈爾斯波爾呢 做這個 民有民 民權民生 這個那個 民有民想 這個 這個 三民主義呢 那個 孫文山把它發展成為 中國的三民主義 就是民族 民生 民權 我到了中國 我參加的改革開放 自始至終 大家今天 記住一句話 中國改革開放 是從時間邏輯上來講 先有大 後有小屏 讓他們當了副總理 後有小屏 搞了三 十一的三中全會 搞了個改革開放 然後科學的春天 然後 現在呢 問題現在來了 鄧小平提出的一些政策 不符合 摸著石頭過河呀 開放車群呀 那個那個 讓一部分人先附起來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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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呢 不符合 我現在就要幫特朗普 用這種方法 我也在美國建立一種方法 要建立特朗普 我先找一個視點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精力去搞 搞成一個意識 以事實來帶動 面 帶動縣 帶動人民 讓人民看到東西 看到事實 讓人民自己自發的就變成 把那個不斷的提高自己的 使用這個時代的綜合做法 然後我們這個城市就 隱蔽的屍體 就重新就 就重新就 就變成一個新的城市 就活了 就 同樣是這些人 同樣是居住的城市 就變得升級波波 就像過去 在改革開放前 中國的一個城市 前面一律 大家都是 誰不敢露腹 那麼 新美國形象 美國現在什麼形象呢 我告訴川普總統 聽我的一句話 我是學數學的人 美國有個策略 叫做 什麼 團結老三達到老二 就是 就是 團結中國 要打倒蘇聯 團結 什麼 就打倒日本 團結歐盟 就打倒日本 總而言之 就是 誰要跟我最接近 那 他就是 半軍奴半虎啊 兔死湖碑啊 我們剛才說那個 誰忙此寒 兔死湖 兔死湖碑啊 還有一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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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說呢 我給拜登提的 這個什麼 現在 現在拜登就想 老二老三一起打 把美國 把中國和蘇聯一起打下去 他老婆 我們別那麼傻 你聽一下我的 我來跟你計算一下 我來 在我心中 你 你最大的困難 阻礙你上台的最大的困難 在於 拜登 和民主黨 你怎麼樣 在二零二十 你怎麼能在二零二四 二零二四 二零二四年 上 那個 卷主重來啊 你不能打敗拜登 不能夠打敗一個 垂垂老矣的一個拜登 你不能夠 啊 戰勝 以當作賀錦麗這些 為代表的 民主黨 那你這些都是 一切都是空殘 空殘無國 你只有把它打倒這個才有用 不是打倒是戰勝 在美國來說 都是用選票來戰勝 這個選舉啊 選舉這個 你你認為美國的選舉公正嗎 表面上是公正的 其實是不公正 張蘭谷總統 你看清了那個 那個 你看清了台灣 2019年的選舉嗎 張蘭谷總統 你看得清 1月6號 2020年 2020年 1月6號的選舉嗎 我告訴你 台灣的817選舉選票 是做出來的 是蔡英文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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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做出來的 選票 即使他能夠勝選 他那些 817的那些 那些高票率 都是後面做出來的 那些點票的 那些上票的 那些忽悠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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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選舉委員會的人 玩意的多了 台灣是一個 最 選舉最 最脆 最 最那個 陰謀詭 投票到把的事情 最多的地方 美國也不 也不差 那台灣這方面 清途一蘭 也正一蘭 美國這次呢 是利用了一個 一名網上選票 他網上選票 就 網上投票的人 原來是佔了一半 後來 在計算之後 他又去了 就二次選舉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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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出現了 特朗普 被拉向 這就是一個 原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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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簡單的道理 一破 一解破 不是各個州 選舉人法呀 這個是簡單的邏輯 這個大事 就這麼 決定了 一個 一朝不勝 是滿盤結束 所以說呢 我叫中日前前 我要盯著你 特朗普 你要抓住 主要矛盾 解決主要矛盾 然後才能 贏得選舉 我在美國 這麼多年了 我也就是 來幫助你們 但是 我跟你說一條 我為什麼講 現在相信共和黨 因為共和黨 講話 算數 為什麼 民主黨對我 那也不錯 為什麼我不相信他 因為他忽悠我 那個 米歇爾奧巴馬 他在2010年2月4號 就給我寫了封信 就說 希望為 爭取美國的國家公民獎 國家公民獎 是講給外國人的 就是 沒有美國 美國那個 身份證的公民的 只要對他的 只要他對美國的政策 方向 美國人民 美國國家 重大貢獻 我就想 我可以做出重大貢獻 但是 我拿不到 美國的公民證 因為我是 我在中國 參加了共產黨 共產黨是不能 就是 在這個 在這個 入籍的時候 是不能夠 你必須得要退黨 退黨 然後還有 還有宣布 宣布那個 脫黨的一個宣言 我沒有宣布 因為我在前面 我在入浪的時候 宣誓的宣誓過 所以呢 我 我 我 林肯 不做美國籍 我也不做出 退黨 和 那個 叛國的事情 除非 除非你要 讓我當美國公民 那是 你讓我 給我獎 這個獎賞 那獎物 我接不接 當然 我接了之後 我跟國家去說 跟中國人民 這個獎物 不是我要去 得來的 美國也是我的 主集國呀 美國也是我的祖國呀 美國為什麼 美國的 過去的原始人 我的外婆 就是美國人呢 你怎麼能說 那些印第安人 很多都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 你怎麼說 美國不是我的祖國呢 你說我入了美國 就不能入中國人 我天要 中國人就 壞就壞在了 你非得 不是男人就是綠 不是中國就是美國 不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 不是共產黨 不是共產黨就是國民黨 這個東西 非此即彼 斯大林就搞了這個 所以呢 冤枉了很多人 這個東西 害了不少人 多少冤架出案 不怕他會弄死 今天我太太跟我講的 榮國團 就是香港的榮國團 打的世界冠軍第一個 但是到了中國來 最後 倫巴大革命把人 說成特務 犯人 就鬥死了 三十多歲就死掉了 我就一樣的 倫巴大革命的時候 一開始我十九歲 我說倫巴大革命 廢除考試不好 因為國家最重需要的是人才 經過考試才能夠 或不怕不失 或就怕或比 或就考場當中 能夠比較才能夠考試出來 不是出身就決定了的 那是唯心論 你老的英雄而好漢 你不僅 皮下中間出身 你將來你長大 就是為國家的重量 哪有那麼回事呢 你那樣做就是要亡黨亡國的事情 十九歲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號 結果第二天 全中學生的大師堂 給我批判了 說我這 反對無產積極專政 反對文化大革命 反對中央文革 反對黨中央 反對毛主席 那個帽子一塌糊塗 然後 就批刀會 拿那個把我關在小窩裡頭 拿那個那個棒子 把我先拿個沙子 把我眼睛給打住 然後就拿棒子來打 這個凳子來敲我腦袋 我為什麼現在這麼笨呢 哎呀 就是那個時候做一下的根啊 然後呢 然後現在後來經過了多少年 我們下鄉勞動了以後多少年 我到了下鄉 後來現在四川下鄉 後來又到梅縣去下鄉 陝西的梅縣 那個就張宰的故鄉 就是為天地立心 為生命立命 為往事絕學 為萬事開太平 我在那裡的 在下鄉待了兩年 兩年都是生產隊標英 公社的紅旗手 然後把我保存到保激岗外上 保激岗外上 8年的石油工人 年年都是紅旗手 所以我給毛主 培養我入黨 為什麼我要給毛主席寫信啊 因為培養我入黨 在農村的時候 農村大隊培養我入黨 我說我不行 我爸爸那個 還在批鬥呢 在伊朗上面 還沒有解放呢 到了那個 我進工廠的時候 我就一直成功人機去了 我父親那裡 這個歷史問題 還沒有搞清楚 我父親算是 四川西南 那個中國西南的 第一號特選 台灣特選 大特務 經過了 三次 從政反運動 整風反右 第二次政治審查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 三次政治審 都是中央進行的 都是在中央中主部一級進行的 都進行了 就說明我父親經得住考驗 並且在江澤民時代 江澤民原來 那個什麼時候 在東北機械區的時候 那時候我父親先到 我父親在1949年 1950年 1949年 進行政治審查 在中央裡進行 1950年的第一件事 就是成立東北機械區 回過東北的生產 就是像現在的 正清東北一樣 我父親是排頭兵 是當時的一個突擊隊 是引進台灣的精英 受過美國教育 受過英國的那個 汽車製造 因為我父親是汽車製造學校 又是培養汽車的學校 因為那個汽車製造廠 沈陽第一 不是 東北機械區 那個叫長春第一基械區 那個叫長春第一基械區 儲備工作 那我父親 在那裡一個 一個促長 生產促的促長 是叫江澤民 我父親是 東北機械區 局裡的生產 國有生產副科 副科長 是科長大 還是促長大 江澤民在場裡是促長 我父親在局裡是科長 就是這麼一個關係 李鵬 朱鎔基 黃菊 李南青 那時候都在東北機械區 那培養了 他們都是蘇聯派回來 學習專家 做一個大學生 我父親在那裡做一個 這個 這叫做可以監督使用的 當然監督使用的 可以 國民黨的這個 投誠過來的人 這監督使用 政治都一定要是共產黨 我父親他們只能當父子 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 經過這麼多運動 又有的批評 經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運動中我父親才 給人看 我父親為什麼能活下來 因為我父親給人開車 修車到晚飯修車 他們還把我父親當個寶 對吧 那些人想要批鬥 我父親就是因為 因為會修車 會修汽車 會給他們保養 就把我父親保住了 為什麼後來江澤民他們這個 鄭小平改革開放 江澤民時代 又把我父親倒到中央去 管那個質量管理 還有那個質量管理 還有那個安全生產 我父親到了部裡 一直到完全退休 直到中央給我父親 下達命令 工廠給安排好了 退休 知道 然後給我在石油 看了一集中央 買了一套廠長級的房子 就是把我父親安頓好 我父親為什麼晚年 受到了這麼好的待遇 就是耶路根 沒無怨無悔 也沒有什麼 他說我們這個就是在老老實實 做一個普通浪梅 給我留下八個字 務實自重 切勿從政 讓我不要 千萬不要去搞政治 因為我們搞政治太複雜 我們搞不了政治 我有很多話要對特朗普說 很多話要對習近平說 我不知道 我雖然說 我得看你們的眼色 你們聽得懂 聽得進去 能夠理解 我還得挑著 你們看 順著你們 中國人的誠實 不是說 讓你能夠接收了 就像為什麼醫生 要對病人說 你沒定沒定 但是他其實已經得了癌症的暖氣了 這是善意的謊言 我得讓你們能夠接收啊 我為什麼要 還有很多話沒有對特朗普說 我有很多的一棟子裡的 三十六計 還有多少實踐的那個模式 包括中國的 包括我們從學習美國的 包括後來我們市場經驗得到的教訓 在美國在搞經濟的時候 千萬不要再次上這個 中國這樣的改革開放 無法無前貪官無利這樣的教訓 都在 這些教訓就是磨力啊 不是磨力 是一點在磨啊 吃到了磨 就是那種 一哭無淚啊 從血堆裡的 死人堆裡爬出來的人一樣 為什麼我看到 看到塔利班那個 把那個翻譯給 隔喉槍 在平時街上 我就看到 那就像我父親 我父親就是那個 美國的翻譯官 如果台灣 如果 如果這個 在印度那也好 在什麼樣 那個 直接衝美的 因為我父親 你看那個 特朗普的那個 罗子夫斯的時候 他都會 上去 能夠代表 在印度 在加爾加爾加拉 用英語來 做這個 speech 所以說 我們 從台灣 逃出來 當時做的 艙人山 所以我們是 艙人 我今天就 以這個結束 相心比心 特朗普問我 阿富汗的問題 怎麼想 我給大家說一句話 臺灣就是阿富汗的 下一個題目 特朗普我特別支持你 特別覺得你特別有遠見 你前兩天說了一句 下一個目標就是臺灣 臺灣現在還自己做夢呢 臺灣說有美國的支持 美國就來了 美國哪有精力去幫助你中國去打仗 現在蔡英文很囂張 我不再去點破他了 蔡英文那點小事 我跟蔡英文打了 從那邊上台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蔡英文打交道 臺灣這點家庭 你所加珍啊 謝謝大家 長得太囉嗦了 好 謝謝